大家好,我叫苦萌 学名又叫细尾萌 没错,我就是狮子丸里面的少丁嘛 苦萌在南北卡拉哈里山沫 由于可爱的造型,较高的智商,以及较少的身材 在饰养的难度上并不高 其实在很久以前已经有人开始员工防御了 近几年来,陆续引进国内 作为了我们新型的网红宠物 我很喜欢站岗放上 你们看起来就会觉得我特别的呆萌 我的眼睛周围有一块黑色 上挂着两个可爱的熊猫眼 尾巴细长,又助于我直立 极快速的奔跑时候保持平衡 陈年熟性平均体重约731克 磁性约720克 躯干可达到25到35公分 尾巴长约17到25公分 为了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我 今天收集了10个关于老狐猛的日常问题 来一个个为大家解答哦 狐猛可以养吗? 这个物种被IUCN评定为无危害的 非保护动物 只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 人工繁殖的狐猛 都是可以作为宠物的合法饰养哦 狐猛容易养吗? 狐猛在野外的时候是比较野性松长的 但因为现在基本都是人工繁殖 野性大大的降低 一般需要从小就开始养 我们大概等它25到30天左右就开始接回家 因为在狐猛的世界里 它们有阶级的地位区分 从小饰养它 它就会觉得你是一家之族哦 就会变得很听话 很顺从 而且非常粘人和依赖力 狐猛会携带病菌吗? 毕竟狐猛是人工繁殖 而非野生的 所以它携带的病菌几率是很少的 而且在正规的渠道购买 店家都可以先做好体内和体外的蛆虫 也可以根据当地规定 了解一下是否需要注射疫苗 狐猛体胃会很臭吗? 在饰养的过程中 狐猛除了大便外都不会很臭的 主人要及时清洁和消毒饰养的环境 还要定期跟狐猛洗澡就可以 其实它的味道跟猫猫狗狗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狐猛从小饰养的话 还会定点上厕所哦 狐猛养一只可以吗? 狐猛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 而且社会性极强 经常是几十只的狐猛 组成一个族群生活在一起 但如果是作为宠物饰养的话 养一只也是可以的 但你必须有多一点时间去陪它哦 就像我们平时养猫狗也是一样的道理 狐猛适合跟其他宠物一起养吗? 答案是非常适合 因为狐猛本身就是群居动物 而且狐猛很容易和其他的宠物和谐相处 当然且提示其他的宠物也会愿意接受它 狐猛平时吃什么? 狐猛最爱吃的就是在卖虫 还有就是我们主食就是猫粮 平时还可以给一些鸡叢肉给它吃 但是它偶尔也会去吃一些小小的昆虫 例如是蜘蛛呀 蜥蜴呀 还有炸鸣呀 这些不是它的天敌 狐猛需要怎样饲养环境 狐猛远于非洲 所以并不太热 干燥暖化的温度较为适合 但冬天就要做好保暖工作哦 睡觉的时候我们一般就用猫狗的饲养箱就可以了 但毕竟狐猛是源栖息于草原和开阔的平原地区 所以它们精力十足 能够一天除了睡觉外 都可以在地上疯狂地奔跑 它们非常的喜欢和擅长挖洞 所以要多带它到户外活动哦 其实养它不需要家里有矿 但需要家里有一片花末 狐猛叫声很吵吗 狐猛的声音有点像鸭子 但比起尖锐的压割声 它的声音可更温柔些 导射上咕咕咕的音频发出来的声音有点接近 更有趣的是 狐猛发出声音的时候 嘴巴是没有张大的哦 而且它可以一直的绕个不停 不过它的声音不会很大 等它到了三个月以后 这个声音就会慢慢的减少 其实它发出咕咕的声音 就是很喜欢连主人 或者让主人为它吃东西 只要你帮它填饱肚子 或者你手里抱着它睡觉 它就可以很安逸 不会再发出这种声音的哦 狐猛大概在出生后 一个月左右就可以离开爸爸妈妈了 然后就可以人工饰养 我们喂食的时候就可以买一些 猫或者狗专用的养奶粉 可以冲泡给它吃 或者是给泡远的猫粮都可以 大家看了以上的问题解答后 是否对狐猛增加了饰养的兴趣 还是直接给劝退的呢 如果还有更多的 饰养狐猛的知识和技巧 也都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哦